各位朋友给大家报告缅北今天的最新战况 不对应该说是全缅甸的最新的战况啊 有的朋友呢给我发来了这个爆料说 后哥大好的消息 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同盟军呢 他们意识到了得必须得靠着自己的这个根背靠大树 所以呢 他们发布了一个公告 要把这个国杆改为华邦 而且呢 国杆族要改回汉族 汉族这是为了大的你说的那个布局做准备吗 各位一会咱们再看看这个事的真假 咱们先看看同盟军官方发布的最新的战报 在11月26号 今日缅甸同盟军联合攻占了叫做节敌大桥 南扎拉的米洋来武装溃逃时藏匿的枪支被起祸 另外呢 同盟军成功的收复了金三角口岸南面的弄砍据点 即11月24号晚23点27分攻占了米洋来武装 位于善邦的西域与交卖之间的节敌大桥前的两个据点以后 同盟军与德昂军联合作战分队 继续对节敌大桥发动攻击 今日早上8点8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战以后 最终全面占领了盖大桥 14点18分同盟军与地方武装联合收复了米洋来武装 盘踞在金三角口岸南面的弄砍据点 11月24号下午17点30分经过六个昼夜的连续作战 同盟军成功的击溃了米洋来武装567和568营 收复了牧邦县的南扎拉乡 在今日从南扎拉据点跑出来的米洋来武装家属 武装家属的带领下 第一特区穆邦县人民政府起获了米洋来武装溃散前 藏匿的武器装备一批 包括步枪13支机枪一挺 弹匣31个 头盔三个枪榴弹三枚子弹2000余发 此外穆邦县人民政府还派出卫生员 对米洋来武装567和568营的受伤家属进行了医治 什么意思啊各位 就是在溃逃的时候啊 这些残兵败将穿上老百姓的衣服 把枪和子弹都埋藏起来 然后呢被家属给举报了啊 就这意思吧 11月25号同盟军继续对木邦县联合区的南邦厢的米洋来武装 291营进行了轰炸 这个现在呢 今年同盟军呢 已经至少攻克了米洋来武装盘踞的大小军事距点 达到了176个 那么在全缅甸的战况是这样呢 在若开邦 11月25号上午8点20分 阿拉干军与米洋来武装在若开邦的冒夺阵爆发了冲突 冲突期间呢 米洋来武装8人被击毙 多人被击伤在若开邦的包索镇阿拉干解放军 阿拉干军呢 解救被扣押为人质的平民 仍在继续 25号12点左右 米洋来武装位于包索河的军舰向镇区发动了无差别的炮击 造成了包索镇农贸市场在内的两个地方被大火烧毁 此外呢 在24号邦纳军镇的农贸市场也同样被烧毁 在亲邦 在百利瓦镇 阿拉干军对米洋来武装的两个团部的攻势仍在继续 双方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11月25号凌晨的3点30分 米洋来武装喷气式战斗机对冲突地区实施了五轮轮番的轰炸 到14点30分 米洋来武装战斗机再次对百利瓦地区进行了五次的轰炸 在山邦北部11月24号12点5分 德昂民族解放军占领了米洋来武装位于腊序的麦籍据点 缴获米洋来武装军用物资一大批 在克伦尼邦民族保卫军的消息 11月11号行动仍在继续 11月25号雷固攻城之战中 载有15名米洋来武装成员向克伦尼革命联军投降 在石阶省11月24号凌晨3点左右 人民保卫军联军向耶乌镇的昂达亚村的 少标期民团的据点发动了进攻 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交火 人民保卫军联军占领了该据点 在双方冲突期间 米洋来武装缓和部队 至少10人被击毙 15人被击伤 人民保卫军俘虏米洋来武装 这个一人 标少提民团的成员6人 叫获军用物资一批 11月22号 因马斌县二营与卡尼镇人民联合军联合对石阶省的卡尼 由米洋来武装30名兵力驻扎的一个据点实施进攻 九宫不下以后选择战退到23号再次对该据点发起进攻 双方激战后 人民保卫军成功占领该据点 期间呢 人民保卫军三名成员牺牲 击毙米洋来武装一人 机伤11人 缴获米洋来武装 步枪一支 子弹2500发 炸弹107枚 地雷16枚等 军用物资一批 记住啊 这都不是在缅北啊 他们缺少无人机 在曼德勒省 11月24号8点30分 米洋来武装集结以后 向俄村镇的甘达岛 这个进行 在岛上两个地方遭到 人民保卫军埋涉地雷袭击 造成米洋来武装 十人死亡 二人受伤 在博固省11月24号 2点15分 包康镇的迪摇班村的 彪少提民团的领导人 被背拗县的 人民保卫军3602营的 一连一步 在其家中被击毙 随后米洋来武装 前往检查 在中途遭地雷袭击 造成米洋来武装 五人死亡 缅甸全境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那么同盟军呢 在占领了 光复了一些地区 以后呢 也没忘了这个政治工作啊 同盟军的这个工作组 深入到被这个解放的地区 比如说 这个邦塞口岸 25号的时候 以副县长 同盟军的政治处主任 还有这个区委书记 为代表的战后工作组 前往邦塞镇慰问难民 并在邦塞学校 召开会议 工作组呢 向当地的老百姓解释了 联军发起 1627飓风行动的原因 并列举米洋来武装 非法夺取国家政权 压迫和剥削 各族人民的罪状 当前呢 解放了邦塞城区 工作组呢 动员百姓 安心的回家 复工复产 同时呢 提醒百姓 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并就防空袭防炮机 防递雷的知识 进行了重点的教育 而且呢 还重点宣传了 同盟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呼吁民团 免委人员呢 尽早放弃抵抗 回归到人民阵营中来 对于向主动投诚人员 同盟军 在其免委军的历史一概 既往不咎 给予情况 这个根据情况呢 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 同盟军强调组织的严密的军纪 严明的军纪 鼓励群众 举报军人的违法乱纪行为 要求当地的商铺 不得因为发成战事而哄抬物价 已经发现予以严惩 这 很有人民子弟兵的全套的那个味 各位 是不是 好 我们再看 这个同盟军 在山林里边 捡来的 这个政治指导员的评论 评论员 国敢 这个同盟军 官方评论员说 我们一定要拨乱反正 被电仗 扭曲 价值观 不要让他疑惑 几代人 是吧 被电仗 扭曲的价值观 如何重塑 谁能重塑 这是个大问题 容不得回避 也无处回避 假如任由电仗行业长期存在 结果就是道德沦丧 人性泯灭 文明社会崩塌 由于通过电仗 报复的人们 享受着与其才能品德 贡献和创造力 毫不匹配的 富足的奢华生活 特别是他们还享受到 远非其所应该享有的 名誉 地位和尊崇 更可怕的是 这些报复的电仗头目 往往会选择 花钱践踏别人的尊严 花钱买凶 花钱买官 花钱买武装 而这一切的丑恶勾当 是在缅军人 独裁统治的缅甸 又全都是常规的操作 所以电仗是为年轻人扑救的 就是一条通往罪恶的高速公路 然而无数青少年 却把电仗老板 视为杰出青年 人生赢家 把他们奉为榜样 甚至是人生的楷模 任何一个地区 只要把电仗当做是支柱产业 它就必然堕落成 藏污纳垢的下流社会 就像近五年的果敢 到处都是为了钱 替他人干脏活的小鬼 敲诈勒索 他人钱财的团伙 可以堂而皇之的注册公司 和公开招募员工 诈骗 头目 被当地政府视为贵宾 甚至个别人还被政府以公权力进行表彰 然而那些用钱买来的头衔 哪一个不含电仗的赃款 那些用钱买来的民族武装 哪一个不含电仗的赃款和毒资 那些被抛尸 被藏尸的无辜的亡魂 哪一个不是电仗赃款 买的杀手 四大汉奸家族 瓜分着果敢的公共资源 出卖民族的政治权益 但其家族成员在社会上 却扮演起了贵族名流和领党 他们在台面上满口仁义道德 背地里却用金钱践踏一切法律 坏事做尽 好处捞尽 荣华富贵 享尽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 他们吃的是人血馒头 住的是人骨豪宅 穿的是人皮的华服 可悲的是 那些生活在当地的青少年 看在耳里 听在耳里 看在眼里 全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 岂能不心向往之 行 效仿之 而果敢青少年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 被完全的扭曲了 因为电站老板豢养的形象 包装师 名誉 吹鼓手 把他们的主子塑造成 慈善家 企业家 政治家 民族精英 而果敢那些黑恶的保护伞们 居然 恬不支持的把自己 抬进所谓的果敢历史博物馆 迫不起来的要果敢青少年 去崇拜他们 把他们当作偶像 垂犯 后代 电诈 诈人 骗人 钱财 已经够可恨了 更可恨的是 他们的行为 塑造出了一个 无道德底线 无人权 法治 无情无义的下流邪恶社会 这种社会 对真善美的破坏 对良知的践踏 远远不是他们把骗来的一部分钱财 拿去修几条板油路 建几所高校 办几所学校 建几所高楼 提供几千个就业岗位 能够弥补得了的 至于因电诈暴富 而败坏的个人品行 与其对社会的危害相比 就更不值一提了 一个把人当作商品 把作恶的本事当作才能 把诈骗当作工作的社会 根本就不会留给好人 生存发展的空间 所以那样的社会 绝无可能培养出善良政治 诚信的下一代 国感地区的青少年被电诈扭曲的价值观 需要学校和家庭政府 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 共同悉心教育 或许才能够拨乱反正 在短时期内 每一个当地人 都将被电诈产业化 带来的后遗症 所戕害 将来任何一个当权者 如果还心存靠电诈 谋暴力的思想 也终将为其行为 付出惨重的代价 当前 国感罪恶的司打家族 正在为其 设诈 护诈行为 付出 或其曾 没有料及的制裁 或覆灭的代价 愿所有企图 做保护散的掌权者 牢记 明家的下场 并淫以为戒 所以 各位 瞧见了没有 这个 指导员的这番评论 有那味吗 我感觉那味很重 是吧 好吧 咱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 被光复的孟古 景坡族的妇女 到县政府 祝贺 孟古 光复 妇联 景坡族的妇联 这个祝贺 孟古光复 我们 看看这个 人民子弟兵 光复了这些地区之后 当地的人民 是欢欣鼓舞 还有 这个 有朋友给我 发来了 这样一个消息 说缅甸华邦 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呢 在国内的媒体上 还有在海外的媒体上呢 也都有不少的 这个 所谓的爱国账号 在传 什么意思呢 缅甸华邦的公告 说 果敢一词 是缅甸殖民地时期的政府 为了割离 缅甸汉族 与母国 汉族同胞之间的联系 一副 沉重的枷锁 是该打开枷锁的时候了 从公告之日起 禁用 果敢一词 果敢地区 改为 华邦地区 果敢族 改为 汉族 希望 广大的缅甸华人 华侨同胞西枝 不做历史的罪人 特此公告 落款是 缅甸华邦 汉语言 文字 指导委员会 11月25号 那这个公告 是不是真的呢 看着是挺提气的 是吧 是为了回归 汉族 回归 这个祖国 做准备 可是呢 这个公告 一眼看上去 就是假的 各位 我个人认为啊 这就是一个 爱国的谣 这个造的一个谣 而且呢 可能会起到 很多的负面作用 因为现在呀 缅北战事 局势呢 虽然是一片大好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 这个果敢 能够在同盟军的掌控之下 同时呢 这个汉邦啊 也不仅仅是同盟军 这一股势力 还有一家亲戚 跟那做毕上官呢 保持中立呢 所以这个时候 发布全汉邦 全果敢 改为华邦 同盟军的官方 是不会干这个事的 这会引起很多的 这个矛盾 和不确定性 所以 这是果乱 这不是帮助同盟军 所以那些 没脑子的 我发现有些 爱国账号 也完全都是没有脑子 有人说的 对 有脑子也不会说 不相信一万五千九了 好吧 好吧 爱国账号 尽量的要通过你自己的这种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去辨别真假 不要瞎传 我个人认为这个所谓的公告肯定是造谣 假的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 关键是同盟军的官方并没有这样的公告 这个我可以肯定 点个订阅 下集再聊